苏澳海港龙洲赛今年要在6月9号在南方澳的第三渔港举行 除了传统的进度之外也推出了创意CUSO龙洲表演赛 由苏澳国中师生的复仇者联盟 要来对决不老棒球队员所组成的八仙以及妈祖 今天特别是装彩排 苏澳镇龙洲比赛今年6月9号轮到南方澳第三渔港举行 不大有15支队伍比传统进度 今年还推出了创意CUSO龙洲表演赛 由苏澳国中扮成复仇者联盟穿越时空 对决阵内不老棒球队的齐老扮演成的八祖跟八仙 双方将用龙洲一绝高下 而今天特别试装彩排 我们今年有两队创意的龙洲比赛 一队是叫做千岁队 就是由不老七点棒球队所组成的 年龄最轻的都是75岁以上 最高的年龄都有81岁 所以他们平均年龄 总年龄数达到1500岁 所以我们称之为千岁队 他PK 副策者联盟 都是由苏澳国中九年级的学生 平均年龄大概15岁 加起来总数不到300岁 由他们成为一个老少对抗 同时也是中西对抗 镇长陈精灵表示 苏澳海港龙洲锦标赛 举办超过了一甲子 而去年的表演赛 身获好评 所以今年再结合了在地社团 跟学子大搞创意CUSO 要给游客不一样的端午节 负责者联盟队 完全是由苏澳国中 那些九年级的学生 里面有钢铁人 有蜘蛛人 还有辣妹队长等等 来组成的 让人家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有超越时空 这成为一个很中西 强烈的一个对比 同时也是一个老少 强烈对比的 一项有创意的龙洲赛 带来风调雨顺 让游民航行的时候 捕鱼的时候 能够航航满载而归 冲鱼龙洲比赛 是由苏澳镇的麒麟不老棒球队 对上苏澳国中的师生跟家长 由苏澳国中的学生 扮演复仇者联盟的成员 穿越时空到苏澳作乱 而苏澳的妈祖 率领群仙保护乡亲 在南方渝港 以龙洲禁忌一绝高下 到底谁胜谁富 6月9号就能揭晓 以来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